好,那我在暑假的時候剛好有幫OneNote錄一系列 就是那個所謂的教學影片 那麼我不知道老師平常在這個看YouTube影片的時候 有沒有發現有的影片是有字幕的 這字幕不是說影片本身就有字幕 而是用Google本身的那個翻譯出來字幕 比如說你看國外的對不對 那你可以讓它自己產生字幕啊 那我們使用者本身也可以上傳你自己指定的字幕 因為它自動翻譯出來有時候還是不正確嘛 那我比較特殊的齁,你們來看一下在這裡 在這邊 我就直接進到那個YouTube上去 你會看得比較清楚 好,您看一下像我在這邊 進入OneNote網站,如果你先了解一下 OneNote有什麼樣的功能,有哪些人在使用 網站上已經... 喔好,這一個 這樣 先了解一下 OneNote有什麼樣的功能 是不是打開字幕有沒有 網站上已經有提供哪些教材 那這個字幕不是那個YouTube自動展生 是我幫它放上去的 誒,可是一般各位 您比較喜歡按表操課 還是比較喜歡自由發揮 什麼意思齁,如果你的稿子是固定的 那你就照稿念 你比較喜歡照稿子念 還是比較喜歡用你平常上課的方式 比較自然的方式去講出來 照稿念萬一那個稿還不是你自己寫的 你是不是更加的 怪怪的 那就算是自己講的跟寫的 事實上還是會不一樣 沒錯吧 因為口語化跟文字的表達還是不同 所以這個影片我在做的時候 我是顛倒過來做 一般我們通常就是 稿子定了之後才做錄影嘛 一般外面比較常看到的方式是這樣子 可是我這顛倒過來 我影片先錄好 然後呢 就播給剛剛那個網站聽嘛 你了解了嗎 所以我是字幕就產生好了 那就把它對上去就好啦 你了解不 所以我不是聽我錄的那個聲音 我自己打字出來 這樣也要花時間嘛 所以我就顛倒過來做 顛倒過來做 所以是像這樣子 那順便跟老師提一下 就是這個教學影片的部分啊 比較特別的就是在這邊 把它分成註冊的學生怎麼學習 像您剛剛的不是用訪客嗎 有沒有 我就跟你講這輕度使用者嘛 反正只是來看一看的 對不對 你就用這個 而且這個對學生來講也有好處 為什麼 像我有在上協同教學 高職的 那很多 比如說小學生 或一般甚至高職生啊 現在大家都不太要 不太用所謂的信箱 因為他們比較喜歡 賴來賴去 或飛來飛去嘛 飛來飛去 又Facebook啊 對不對 他們用E-mail的方式 就是工作上我們用到E-mail比較多 可是平常你們有沒有發現 好像現在大家聯絡 用E-mail機會比較少 對工作上的那種溝通 比較會用到E-mail而已 反而私底下的比較少 那這個時候 你要他用E-mail去註冊 他就覺得 我又沒有在用那個信箱 對不對 所以 我就可以用訪客的方式 讓他們記住那個代號就好 他就可以登錄了 這樣也是我們上課 一個很好的方式 那 學生學習篇 就是他要學習怎麼加入群組啊 怎麼做學習啊 那再來 老師自己要備課的時候啊 好 自己備課的時候 所以如果說老師 您今天上我們這個課 您覺得說 One of 還不錯的 你也可以自己回去自學一下 自己看啊 對啊 這就是陸北老師自己看的啊 好 那另外呢 班級的經理 對不對 你要多增加多一些互動的 我又把它獨立出來 獨立出來 那等到老師 用一段時間之後 你就需要一些高招嘛 這裡就有一些 比較多的一些小技巧 可以讓您去看一下怎麼使用 這樣子 那當然 如果你比較喜歡用上課的方法的 你就到我的部落格上 我會有很多跟one note像這樣 有沒有 這就是我用上課的方式 錄給那個 不是面對面的這種上課方式的 我會用像剛剛那種方式 規劃的好像寫書一樣 可是如果是我們這種面對面的 我們就可以比較輕鬆 用實力講解會比較快一點 OK 所以這次跟老師講一下 我有實際用剛剛那個網站 語音輸入的網站 直接製作的一個分享